八个秘诀更好分享照片 网红的基础技能 看似简单实则异常复杂的名题 摄影师满意的照片 不仅仅分享到自己的屏幕 还可能是成千上万的手机和电脑屏幕 可能是微信、Instagram 甚至任何一种社交软件 如果没有正确的分享 照片可能会被软件压缩的不成样子 严重时色彩也会变得乱七八糟 我是詹姆斯 一名澳大利亚的职业摄影师 来分享八个网络上分享照片的最佳设置 很遗憾 我没办法教你如何引流成为网红 因为我自己都不是 所以记得订阅ZAMS摄影频道 点赞 把好东西分享给你的朋友 把我也变成网红大叔 挡出什么格式 不要小看选择正确的格式 几十年中已经有很多格式慢慢被淘汰了 比如Windows默认的BMP 比如你还没听说过的SV级格式 Photoshop已经停止支持了 目前导出还剩下三种格式 GIF PNG和JPEG GIF是制作动画的传统格式 只有8比特256色 摄影师直接放弃 PNG主要适合透明背景图 比如头像 PNG支持24比特 理论上可以无损的保存摄影作品 不过对比文件大小保存照片很浪费空间 那试着把同样的照片保存为最高质量的JPEG GIF以及24比特PN级 PNG文件大小是GIF的两倍 是JPEG的三倍 结论 摄影师想在网络上分享照片 不管什么图形处理软件 都只需要保存为一种压缩图片格式 JPEG 当然也可以是JPEG 那摄影师平时分享照片的唯一途径 我只选择JPEG 还有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网站默认的图片上传格式 肯定接受JPEG 甚至只接受JPEG 即使HEIC是苹果手机默认的保存格式 离开苹果手机很多地方就不支持了 而WEBP是谷歌比较推崇的图片 更适合设计师使用 可以帮助大型网络公司 节省大量的网络费用 不过和我们摄影师无关 如何保存成品图 成品图就是没有被压缩过 原尺寸最高质量 经过后期处理后的照片 默认是JPEG 成品图可以用来打印输出 可以上传图库销售 当然也可以永久的保存 我用Photoshop来分享导出设置 第一个技巧 不要使用导出为这个新工具 我建议使用保存为WEB所用格式 Photoshop居然提示它是旧版 旧版和新版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区别关键在于 所以你是否想分享拍摄参数 那使用双联式图可以对比圆图 和转换后的JPEG效果 那设置一般选择最高品质 也就是100% 不要选择连续和优化 自然模糊为0 注意选择嵌入颜色配置文件 选中转换为sRGB 预览选择使用文档配置文件 关键在于原数据 新版导出为只有两个选项 无或者版权信息 而旧版工具有五个不同选择 非特殊原因 我选择全部 那好处是可以在图片浏览工具中 直接看到拍摄数据 上传到图库网站也会自动显示 不需要你手动记录 不要做任何的图片大小调整 品质可以选择两次立方 建议文件名后 加一个著名 比如我常用下滑键F 来代表full size 当然这种保存出来后的JPEG文件比较大 其实不适合网络直接分享 更适合打印与图库销售 三 如何裁剪照片的长宽笔 那尺寸非常重要 眼球很依赖 我以微信朋友圈来举例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研究Instagram和Facebook和Line 什么长宽笔最适合微信朋友圈呢 如何第一眼吸引眼球 建议分享1比1的正方性 因为不管风光横拍模式的16比9 还是人像竖拍模式的3比2 微信都会自动选择长边缩小到360像素 反而显得更小 而正方形缩小后显示在朋友圈 是360乘360的最大显示面积 其实Instagram也推荐分享方形 当然并不是每张照片都适合方形裁剪 实在不行尽量使用长宽笔接近的比例 比如5比4 4比3之类 而不是最常见的16比9 如何制作九宫格切片 最大程度的吸引眼球 你应该看到过这样的九宫格拼图效果吧 最大化占据视觉焦点 这可能是微信朋友圈的一个特点 也可以用于Instagram 你思路其实很简单 把一张正方形的照片均匀的切成九块 然后按顺序选中发送朋友圈即可 那通过Photoshop的切片工具实现 你一定会觉得如何均匀切分九等份很困难 不要想着手动一块块的切是不可能的 先把整个图片作为一个大切片 那这时候图像上出现01字样 然后右键单击切片 弹出菜单中会出现划分切片 点击后在弹出菜窗口中选中水平划分为三个纵向切片 均匀分割 同时选中垂直划分为三个横向切片 均匀分割 那图像预览中已经出现了九个蓝色格子 单击确定 剩下就是如何导出这九张切片 同样选择旧版的存储为web 所用格式 注意 选择缩放级别为符合视图大小 设置每个切片的输出 最后点击存储 选择存储目录 就有了九张拼图照片 接着通过隔空传递到手机 就可以按顺序选择到朋友圈发表 最终效果是不是很酷呢 还可以加上文字 这样的文艺范会更容易吸引眼球 五 文件大小和压缩比例 微信和硬实的自动压缩效果 其实越来越好 其实 甚至你传圆图被压缩后的效果也不错 但如果用电脑微信版压缩效果会差很多 所以我依然建议 事先用PS进行缩图和压缩 尽量不要让微信和硬实触发二次压缩 不同的软件会有不同的触发标准 甚至朋友圈公众号投图 甚至微信群发图片的标准都有不同 理解原理就能随机应变 2023年朋友圈图片的最佳设置就是 短编为1080像素 因为大于1080像素的图片 都会被微信缩图为1080像素 接着调整品质百分比 将文件大小控制在300KB Lightroom可以设置最终图片大小更方便 Photoshop必须手工控制 300KB这个数值我不敢确定 如果你有更准确的内部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样保存的照片微信会原封不动的上传到服务器 并直接分享给所有观众 六 网络分享的锐化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不同的图片大小和用途锐化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网络分享的锐化非常特殊 简单分享一下原理 先把照片缩小为短编1080像素 这是微信朋友圈的标准图片大小 然后再扩大为短编2160像素 等于先缩小图片再放大一倍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各种锐化工具 比如USM锐化等等 来回多次进行锐化 甚至可以过度锐化 那结束锐化操作之后 再把图片缩小为短编1080像素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么做 可以参考我的詹姆斯风光摄影笔记 其实不清楚原理也没关系 因为没有谁喜欢重新做个轮子 因为已经有太多轮子做好了等你用 任何一个动作面板都有网络锐化输出 最常用的TKPanel Ria Pro还是Astro Pro都有输出选项 大同小异 只要输出最终图片的大小 缩图和锐化一步完成 TKPanel提供两个不同的锐化强度 我一般只选择一档锐化 7.色彩管理 这个命题是无解的 再正确的色彩管理 只能保证你自己的正确显示 根本无法控制其他人的屏幕 不要指望别人看到的 和你一模一样 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你要做的就是尽量让照片颜色 贴近一种相对标准 那输出时选择S RGB模式 以及选择文档配置文件 可以试试看其他的颜色管理 差异会更大一点 我曾经醉心于色彩管理很多时间 用色彩护照 爱色力Color Munking 蜘蛛立方等等 最后还是选择仿器 非专业的打印输出的分享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使用全套苹果设备 从苹果电脑 笔记本 手机和iPad 虽然苹果设备之间 肯定有色差 但对比其他Windows和安卓设备 还是相对同意 这也是为什么 广告设计行业 都偏爱使用苹果的原因 当你和客户 都用苹果显示的时候 色彩管理最简单 八 如何分享高像素圆图 那前面分享的都是 小图在手机上分享 有没有可能分享圆图呢 很多专业图库网站都支持显示圆图 比如Flick或者500px 当然是在你授权之后 还能允许别人下载 那缺点就是墙内用户需要翻墙浏览 专业摄影师如我 考虑到版权不愿意让别人免费下载 那还有一种超高清的图片分享方式 类似的网站很多 我使用的是Easy Zoom 可以免费分享总计 2GB的图片 那它的好处是提供放大和缩小工具 并且可以渐进式的显示图片 而不是等所有图片都下载完再显示 深空天体银河 风光全景矩阵 高清翻拍照片 最适合这样的分享模式 可以在YouTube或者Flick的简介中 加上图片链接 这样想看高清图片的人 可以点击访问 总结 今天的分享没有涉及太多的摄影知识 但却是摄影师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正确的分享 希望你能举一反三 各种社交软件都在不断进化 不断改变 但是万变不离其中 加油 所有热爱摄影的人 请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对我很重要